据美国纽约邮报等媒体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周四 前往韩朝边境非军事区期间出现口误 对美国与朝鲜的盟友关系进行了一番吹捧 报道指出 就在哈里斯犯下这一错误的前日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一场白宫讲话时失探 报道称 哈里斯当天称 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就是和朝鲜之间的盟友关系 报道表示 这位美国副总统 明显是搞混了韩国和朝鲜的官方英文名称 白宫实录也证实了哈里斯这一错误 在North Korea的North上画了删除线 不过纽约邮报介绍 哈里斯在随后讲话中说对了韩国的名称 美韩同盟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我要说的是 美国对保卫韩国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 他声称 尽管如此 对于哈里斯这一最新口误 一些网友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据纽约邮报报道 美国财政部前官员莫尼卡克罗利 似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发推说 请告诉我这是假的 此外 美国前外交官阿尔贝托米格尔 发推讽刺说 外交回来了宝贝 显然在拜登政府时期 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换了立场 而且没人告诉我们 这不像他的老板 他不能以年纪大了作为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 在9月28日也就是哈里斯出现口误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也曾在讲话中失态 据今日美国报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饥饿 营养和健康会议上讲话时 突然呼叫并现场寻找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劫姬沃罗斯基 然而后者已于上个月初发生了一场车祸中嗓声 而拜登还曾悼念这位议员 事后白宫方面辩解称 拜登提及她是因考虑到这位女议员 曾在机构问题上所做的工作 她是第一位被想到的人